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很多专家很多大咖都在这喊 结果把大家搞得很焦虑 其实你不用焦虑 商业的本质从未改变 最早的市场是什么 叫感激 把卖东西的人招来 把买东西的人招来 大家在这做交换 这就是最早的市场 再往后呢出现了百货大楼 那么这个百货大楼呢 他们实际上还是做着同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买方和卖方聚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一个市场 再往后呢 购物中心不仅仅是卖东西了 开始有了吃喝玩乐 你们现在去任何一个购物中心 是不是可以看电影啊 可以玩游戏啊 可以吃饭啊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购物的场景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到本质变了吗 还是把买的人跟卖的人聚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本质没有发生变化 那再往后呢变成了电商 你看看不管哪个平台 是不是都是把卖的人找来 把买的人找来 这个逻辑还是一样 也说聚合是所有市场的一个本质 从未改变过 那么商业的本质的第二个呢 是过滤 大家知道你在农贸市场上 在一开始赶集的时候 如果你被人家坑了骗了 你是回去没办法找人的 下次他不来了 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在农贸市场有一个什么 叫公平秤 你买了东西买了三斤 放到公平秤上秤一秤 如果他坑你了 你可以回去找他算账 这就叫过滤 他开始有了一个制约机制 再往后呢 你像居然之家 红星梅凯隆 他有了叫什么 先行赔付制度 如果这个厂家卖的东西 出现了质量问题 我们先不要追究厂家的责任 我卖方 我这个商家先给你赔了 是不是有了保障 那为了他自己不赔钱 是不是他就要去挑选 各种各样的卖家过滤 这个商业的本质从未改变 只不过方法改了 公平秤到先行赔付 到现在呢 七天无条件退货 那么商业的本质的 下一个台阶 是大多数国内企业 都还没有达到的 就是筛选 你要给客户推荐产品 如果这一个实体店 能做到这一步 你绝对不会关门 我给你讲一个具体的例子 有一次呢 我去美国出差 一住店以后 这里刮胡子呀 一看哎呀忘带了 赶紧呢 就跑到一个购物中心去 随便买一个刮胡刀吧 因为我想这 反正是旅行用的 也不用买太高级的 我就看那个便宜的 我就过去 哎我说给我拿这款刮胡刀吧 结果呢 这个店员就跟我说了 他说先生 买这个不合算 你买这个 这个原来是70美金 现在做促销30多美金 就比你看的那款啊 贵一块钱 但是原价呢 比他贵30多块钱 这个是打折的 他整个比他高一个系列 哎我一听 好我就买了 我赚了 这就是很多企业小价子企业 你是不是觉得 卖那个便宜的你更挣钱啊 是 但是你挣了钱丢了客户 他明明可以多赚我钱 但是没赚我 却推荐了一个 让我占便宜的一个产品 这就是谁选 我们很多企业都在谈 什么客户之上 为客户着想 有几个企业这样着想 绝大多数企业 都是停留在嘴上 真正落实到行动上 你才能够赢得客户的忠诚 这就是商业的本质 如果你做到了 什么